冰儀館外私人母親摸著胸口痛哭 失聲 一旁親戚也在旁安慰 走路時甚至還需要友人攢伏 彰化情侶誠實汽車旅館 遺體二十六號送到冰儀館 白髮人送黑髮人 讓家屬難以接受 摩鐵雙失命案發生在彰化園林的一家汽車旅館 二十九歲蘇姓男子與二十二歲廖姓女子 原本預計二十五號中午要退房 不過遲遲沒退 工作人員因此入內查看 便發現兩人已成屍房內 兩人被發現時蘇男後腦槽卡有子彈疑似自轟 而廖女則是頸部壓痕 眼睛有紅色血跡點 經過警方深入追查 蘇姓男子與廖姓女子疑似為情侶關係 但蘇姓男子已有家室兩人相約汽車旅館談判 現場還發現一張三個月胎兒超音波照片 因為現場明顯沒有外力介入跡象 檢警懷疑可能是蘇男先殺害廖女之後再開槍自強 至於犯案動機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進行文裝品達賴文中 羅偉傑 採訪報導